好,講完這本書吧,收堂 昨天講到 用什麼律帶刺耳的國族主義語言來說 希望日本翻回宇宙初次的神秘土地 一般人很容易將這一切的說法 用癡人說夢來一筆帶過 但藤原在書出版後幾個月 一再被企業家、政治人物和官僚提起 短時間內就賣了兩百萬冊 只有最新的哈利波特翻譯本 才可以與之匹定 於是我決定親自聽一下藤原怎麼說 以前他有點不願意 他在電話裡有點提防 顯然不太有興趣 將自己的理念解釋給一個外國人聽 總而言之 他說很忙,沒辦法在東京碰面 因為他夏天會到山裡避暑 最後他總算讓步 只要我願意坐兩個小時的電車 去日本的中部長野縣 他就願意一邊吃午餐邊聊 我們在一間北歐風格的餐廳 他們碰面 這間餐廳位於空氣清新的清脆谷地 遠來東京的熱 我從茅野市整潔的小車站 搭上的士 連這裡的司機都還戴著白手套 自動導航系統顯示車正在走對的路 四周整潔 而且有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味道 躺在餐廳等我 一個大約六十出頭的他身材瘦 感覺有一些笨拙的樣子 他身穿格仔的衣服 還有白色的休閒褲 花白的頭髮好像雜草 他是英文中規中矩 但有些不自然 對一個贊成學校全面禁止教授英文的人來說 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他說英文和日文截然不同 日本兒童幾乎沒有可能對英文拿手 一萬人裡面 只有一個人能夠兼顧兩種語言 他說 我花了很多時間 在英文上現在很後悔 只有他略大點 兵士這樣說 沒有辦法溝通 令到外國人 經常覺得日本人好像在心思什麼 只有當日本人打破語言夾幕 才可以向外面的世界證明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要說 托盤精美的午餐 第一道是一隻蝦和幾顆 小心擺放的雞豆 藤原那一份的餐盤 和我的簡直是配合一天衣無妨 我竟然不自覺地掃起盤裡面的雞豆 想想一下廚房的工作人員 是不是如我所想 給我們相同數量的雞豆 但我沒有找到答案 因為藤原正滔滔不絕地說 我問他為什麼他認為 《國家的品格》這本書 如此 湊合時代的精神 他說日本在這60年來 一直追逐如過眼雲衣的財富 令到日本看不到自己追求的資本主義模式 是有勇無謀的本質 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美德 在這幾年來平濟帶來的雲觀的視野 以前的日本就跟英國紳士一樣鄙視金錢 他說 但在戰後的美國影響之下 我們眼中只有繁榮 他回想 翻起江戶時期 即是1603年至1868年的黃金時代 當時的武士道 這種武士道德和精神的規範 透過書本和歌舞記等樹民的場所 從青英分子散播到平衡百姓 人民信仰武士道的這260年之間沒有戰爭 他只得在德川木府的嚴厲掌控之下 建立起中族之間的和平 十二世紀武士道一開始 那時候有一些刀劍之術 但由於江戶時代沒有戰爭 刀劍之術就成為了一套價值 只是制約扶貧 行善、誠心、勤劍、忍耐、勇敢、正義 好,趕緊到這裏,明天再說 收團 開放